这是一场全网直播杀人手秀 男人身上被绑满炸弹 身上挂着一个机票器 只要票数超过十万 炸弹就会直接引爆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手中都掌握他的生死大权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原来就在不久前 一个女孩因为救了一个老太太 但是却在不久之后 被老太太一家告上了法庭 经过法院审理 判决女孩赔偿老太太一家五万块 不久之后 一个署名为城市之光的账号 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惩罚律师的帖子 一个小时的时间 浏览量已经超过百万 无数网友疯狂准发 而就在此时 律师被神秘人绑架 并且在他身上缠满了炸弹 只要网友的支持票数超过十万 他就会直接引爆律师身上的炸弹 一时之间 无数网友展开投票 只要轻轻点一下手机中的选项 就可以轻松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当警察找到律师的时候 网上的支持票数 已经超过了九万 附近的居民被紧急疏散 而此时 一个男人紧紧地定着 不断攀升的数字 当数字涨到十万的时候 男人轻轻按下电脑按键 这已经不是这个城市 发生的第一起凶杀案了 早在几个月之前 一个自称是城市之光的男人 将一个数学老师绑在了教室里 然后把一个密码箱放在老师面前 穿透了他的手掌 扔出一本数学题 想要拿出手机报警 就必须破解密码箱 而密码就是全部答案总和的开平方 不过要快一点 因为刚比的墨水 就是他自己的血液 老师就这样在极度恐惧中死去 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调查 发现老师生前有个学生 因为数学基础太差 而被老师针对 并且要求学生在一个晚上 做完整本数学题 学生承受不了压力 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 老师则是被学校扣了奖金 停课处理 很快 第二位烧海者出现了 一个小女孩无意之间 在深夜发现了一个装满水的水袋 被吊在半空 当警察赶到现场 发现里面有一具男性尸体 尸体被人捆住 以蜷缩的姿态 被人塞到里面 根据检测 水里面包含了女性认沉器 养水中的所有成分 根据警方调查 男人生前为了吞掉拆迁款 将自己的老母亲赶出了家门 在走廊住了一个多星期 面对社会和舆论的指责 男人却说 这次他真的被塞进去了 为了几块破案 警员闭南找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天赛方木 参与破案 而根据方木的心理画像 他认为两起案件 应该是同一凶手所为 因为两起案件的被害人 都是处于风口浪尖的负面新闻人物 并且案发现场有着极强的仪式感 对于凶手来说 这只是一场游戏罢了 而他的手段将会不断的升级 这个男人将胖子五花大绑 随后在房间内洒满了汽油 面对着神秘的男人 胖子不断的哀求 饶他一命 而此时的男人却说 胖子看了一眼窗户 脑海中浮下了一个女人求救的身影 原来救灾不久前 胖子的小区发生了一场火灾 当消防员赶到的时候 一连货车正好堵在了消防通道内 而车主就是胖子 因为货车堵住了消防车 导致延误了最佳事件 那命女子最后被活活烧死 而此时 同样的场景再次发生 男人让胖子拨打报警电话 然后点燃了房间 当消防队赶到的时候 再次因为货车的原因 延误了救援事件 胖子最终死在了大火之中 听完了案件的陈述 方木开始对凶手进行心理画像 凶手男性 本是人 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 穿衣考究 应该是善于隐藏情绪的类型 而当方木调查的时候 却在每一个案发现场中 都发现了一串数字 而这几串数字 都和方木有着密切的关系 数学老师被杀案 留下的编号 是自己救下的被侵犯女孩的卷宗编号 水囊藏食案留下的数字 是他警校的警号 而火灾则是他的高中学号 很明显 这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 他立刻让米南 将自己在这个城市中 所有都接的答案 全部调查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调查 多年未见的同学 在见到方木之后 显得异常热情 他们之中 有的在车间工作 有的成了土豪老板 还有的 正在菜市场卖鱼 很显然 这些人都不是方木怀疑的对象 而筛选到了最后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江亚 而当方木来到江亚店里的时候 却见到了他受养的孩子 亚凡 亚凡是多年前 一场性侵案的受害者 而凶手则是富二代李毅 因为这起案件 亚凡患上了抑郁症 而亚凡的母亲也精神崩溃 选择了自杀 为了照顾亚凡 方木便收养了他 方木问他 为什么会出现在店里 而亚凡则说 家里的鱼都是在这里买的 因为这里的老板很好 所以自己会经常来这里 这时 一个小男孩捧着鱼 直接冲了过去 而男孩的手指 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 米南打了电话过来 说他在律师爆炸现场 米南拿出一块电脑碎片 而碎片上的指纹非常奇怪 不像是正常人拥有的 方木立刻想到了 江雅家里的那个男孩 之后 便立刻赶往了江雅的家里 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这个男人有多狠 为了销毁证据 竟然将这个 只有八岁的小男孩的手 放在了滚烫的热水里 导致男孩双手表皮脱落 当方木赶到医院的时候 看到男孩缠满纱布的手持 他彻底怒了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竟然这么残忍 没有了证据 方木只能申请搜查令 并且把江雅临时拘留 而当方木审查江雅的时候 江雅却答非所问 他说自己对方木非常失望 在多年前 亚凡被李懿侵犯 但是凭借家里的势力 李懿却被无罪释放了 但是却在最后一个晚上 李懿却神秘失踪 而只有江雅知道 李懿其实不是失踪了 而是被人杀害了 凶手就是方木 知晓这一切的江雅 从此把方木当做自己的偶像 因为在江雅的心中 法律根本无法惩治所有的坏人 只有以暴日暴 才能从根源上 解决这些社会垃圾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江雅杀人 所以最后只能放了江雅 之后 为了追查江雅的线索 方木带着米南 来到江雅的老家 因为担心米南的安全 所以在米南留在酒店之后 方木独自一个人 来到江雅的老家 根据村长的描述 江雅在考上大学之前 没有大名 村里人都叫他狗蛋 而父亲认为 江雅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所以会时常殴打他和母亲 直到江雅考上大学之后 父亲就出门打工 再也没有回来 当方木来到院子 发现锁是新的 没有灰尘 说明有人来过 打开门之后 方木开始喷洒咸影试剂 整个房间内 全是喷溅的血液 而根据现场的情况 方木很快便推断出 案发时的基本情况 并且在地窖中 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而就在这时 江雅打来了电话 责怪方木 不该将一个女性丢下 然后独自离开 感觉情况不妙的方木 立刻赶往酒店 却发现门南并没有遭遇危险 而这时 电话又响了 被杀害的 却是雅凡 看着地上冰冷的尸体 方木彻底崩溃了 而就在这时 江雅却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说他要自首 看着眼前的江雅 压制不住愤怒的方木 彻底暴走 他夺过枪 直接顶在了江雅的头上 而江雅则不断地刺激着方木 最终 方木朝天连开竖枪 发现了心中的怒火 审讯势中 看着被愤怒控制的方木 江雅还在说着 自以为是的正义 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江雅杀人 最终 江雅被放出警局 方木找到了杨学武 两个人终于说出了 埋藏在心底的那个秘密 原来 当初暴揍起犯亚凡的人 不是方木 而是杨学武 但他并没有杀害李仪 躲在一旁的江雅 以为是方木做的 所以便杀了男人 之后 方木掏出枪 直接打中了杨学武 然后说道 我就是城市之光 一时之间 警察竟是黑暗执法者的帖子 引爆网络 被夺取城市之光称号的江雅 在楼顶天台 约见了方木 他不允许有人 玷污城市之光这个称号 两人见面之后 江雅彻底被方木激怒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而在缠斗的过程中 方木则是趁机咬断了江雅的手指 而代价却是 方木受伤严重 无法动弹 之后 江雅把方木 带回了自己的秘密地下室 准备解剖之后 拿回自己的断职 而这时 大批警察感到 制止了江雅 原来这一切 都是方木做的局 江学武并没有死 方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引出江雅 并且抓住他的杀人证据 最终 在证据面前 江雅在法庭上认了罪 这部根据雷米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 拍出了国产电影 很多不能拍的东西 电影中害死学生的老师 交诈高中生的老太太 以及那个无良的货车司机 如果你掌握着这些人的生死大权 那么你又会如何的选择呢 好了我是AJ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联 我们下期再见